中共当局正在制定审议的反恐罚草案 内容涉及商业监控 美国商会不止公开反对 并且公布调查称 在中国的美国企业 未来五年展望比较不乐观 批评中共的反恐罚草案 上海美国商会会长直言 任何企业都不愿意配合 但中共却说这是内政问题 中共反恐罚草案 预计最快几星期内就会正式立法 其中要求外国科技业者 必须将伺服器与使用者资料 保留在中国境内 供中共监督之用 另外这项法律还加上新的银行规定 以及一系列反垄断调查 国际商界团体认为 这等于是在对外国公司 施加不公平监管压力 另外美国商会4号公布调查显示 在中国的美国企业 对未来五年商业环境展望 较没那么乐观 看好度达到有史以来最低 主因是中国经济低迷 管制法规模糊不清 及中国国内竞争加剧 新唐人记者唐美综合报道